高雄、赫若碧与文碧等三位元老重臣 因在北巡路上议论朝政 隋阳帝就把他们在同一天悉数处死 然而高雄不会想到 会有一个人为他说了一句公道话而被杀 这个被杀的大臣叫薛道衡 薛道衡也不会想到 也有一个人为他说了一句话被杀 薛道衡出身北极 是当时著名的诗人文学家 十三岁的时候就能讲左传 长大之后和大才子李德林齐命 后来北齐灭亡后 才进入大随王朝工作 虽然属于王国之臣 出身不算好 但是很快他就因为文化优势崭露头角 当时还是晋王的杨广 也是个优秀的文学家 对文人本来就有惺惺相惜之感 加之他又在为提升自己声望 拼命网络人才 所以他对薛道衡颇为爱慕 就很想把薛道衡掩揽到自己麾下 当时正好薛道衡被人告发结党 触怒了隋文帝 隋文帝就把他流放岭南 就在此时杨广悄悄地给薛道衡写信 让他娶到扬州 按照杨广的计划 一旦薛道衡到了扬州 他就给父亲打电话 把薛道衡留在自己身边 这本来是一番好意 可是薛道衡却为人非常正统 不愿意跟藩王走得太近 所以他拒绝了杨广的建议 根本没走扬州 而是从江陵直接南下了岭南 这样一来杨广的计划落了空 这让杨广很失望 后来薛道衡结束流放生涯 重新回到京城 当了内侍侍郎负责起草赵令 他起草的赵令文词华美 随文帝特别满意 不仅皇帝满意 就连当时的两个宰相高九和杨广 也都非常推崇他 特别是杨广 他跟薛道衡尤其要好 两人简直情同手足 随文帝晚年 他觉得杨广主持朝政 薛道衡起草赵书 两个人过层慎民 可能会对自己不利 于是就让薛道衡出任乡州总管 离开朝廷 可薛道衡是个书呆子 随文帝此举明明是排挤他 他却根本没察觉出来 反而抱着随文帝的大腿 乌液流涕 就是不舍得离开 一看薛道衡如此单纯 随文帝也很感动 还对他说道 你也老了 总在我身边做事太辛苦 之所以让你到地方去认知 也是想让你歇歇的意思 当然也是想让老百姓们感受一下你的风采 其实我也不想让你走 你的离开就像我自己断了一条胳膊一样难受 因为有随文帝这样一番煽情的表达 薛道衡不仅没有怨恨随文帝 反倒还觉得他是爱自己的 通关薛道衡的言谈举止就可以看出 此人是个典型的书呆子 虽然很有才学 但很多人情事过他都看不透 随阳帝当政后 追念薛道衡的风采 就把他从地方召回朝廷 让他担任李书建 李书建是三品官 负责掌管图书文集 也算发挥了薛道衡的专场 应该说随阳帝这个做法 比随文帝对薛道衡要厚得多了 然而薛道衡回京之后 其中全是称赞随文帝的言辞 他把随文帝夸成了 是一个有圣的神功 像花人一般绚丽的好皇帝 薛道衡之所以要在新皇帝面前歌颂老皇帝 首先他确实是喜欢随文帝 真心实意的觉得随文帝是个好皇帝 其次他也觉得 对着儿子夸爸爸也算是拍马屁 然而他却大错特错了 要知道皇帝家庭关系 和一般的家庭关系可不一样 对着随阳帝夸随文帝 不是简单的对着儿子夸爸爸 而是对着当今皇帝猛夸前朝皇帝 这就叫是古飞金 以死人压活人 所以随阳帝一看到他这篇颂文 马上就对大臣说道 道衡之美先朝 此于早之一也 所谓于早是诗经小雅里的一首诗 主要内容是通过怀念周五王 来反衬周右王的果实 因此随阳帝这句话的意思显然是 薛道衡这是在通过赞美先皇来贬低我 薛道衡给杨广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后 他可就倒霉了 在随阳帝看来 我爹把你薛道衡整出朝廷 我又把你请回来 你应该感激我才是 可你竟然赞美他 来贬低我 我必须得给你点颜色看看 于是随阳帝一到智书 不让他再担任秘书间 而是改让他为司力大夫 司力大夫不仅在级别上要比秘书间低 更重要的是 司力大夫这个官职可不好当 司力大夫主管监察 是专门给人挑错的 可想而知这样的岗位特别容易得罪人 一旦当上这样的官 就会成为很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子 所以让薛道衡这样一个 不同人情是过的书呆子 到这样的部门工作 这明显是在黑他 然而薛道衡自己却完全不知 当时有一个人就看出了其中的门道 他就是薛道衡的下属 司力次是房彦谦 房彦谦是唐朝著名宰相房玄陵的老弟 他提醒薛道衡道 皇帝怕是不怀好意 所以老哥你千万要小心点 少见朋友少说话 可薛道衡终究还是书呆子 他体悟不深 其结果就是在这个岗位上 他出事了 大业五年 隋杨帝命令群臣议论一项新的法令 可群臣意见并不统一 所以这个法令一来一去 也不能决定 一看这种扯皮的情况 薛道衡心生烦躁 便公然对朝臣说道 要是高九不死 这点小事早就解决了 薛道衡在平时工作中 得罪了不少人 所以早就有人看他不顺言了 现在听他说了这样犯机会的话 马上就汇报给隋杨帝 隋杨帝一听 勃然大怒道 你居然敢给高九名冤角去 结果就是薛道衡立刻就被抓了大狱 其实薛道衡出言不慎 按照常理 应该属于可以原谅的错误 假之薛道衡当时已经七十岁 属于风竹残年 皇帝可能不会治他的罪 而是让他退休回家了事 不仅我们是这么分析 就连薛道衡本人也这么想 所以他待在监牢里 天天催促十安的人快点审理 早点给他解案 他好赶快回家报孙子 然而当时审理此安的御事大幅培育 偏偏是个见风使舵的马屁精 他断既不依据法律 也不依据事实 他只看皇帝的脸色形势 他现在看到皇帝厌恶薛道衡 所以就像隋阳帝说到 虽然薛道衡的罪行看起来比较轻微 但是用心却极为险恶 因此我建议处于死刑 对培育这种结论 隋阳帝身以为然 就这样薛道衡的审判结果也出来了 大逆不道 刺令自杀 这可把薛道衡吓坏了 他本来以为隋阳帝一定会赦免他 所以听说这一天要宣判 还特地传话给家人 让他们准备好韭菜 预备招待来给自己押近的朋友 没想到等来的 却是让他自杀的判决 这太出乎意料了 薛道衡根本不敢相信 所以迟迟不肯自杀 于是隋阳帝只好又下令道 既然他不愿意自寂 那就帮他一把吧 其结果就是70岁的薛道衡 最终被人活活勒死 当时隋阳帝刚刚在土一魂 新设了四个郡 正确人口 薛道衡一死 隋阳帝马上就把他的妻儿老小 全都流放到切莫去 给大隋树边去 然而这件事情也没有结束 薛道衡因为同情高警被杀 没过两年 又有一个人因为同情 他薛道衡而被迫自尽 这个人就是张衡